夜,老屋出现神秘怪影 经历半个多世纪,怪影一直笼罩老屋 陈家老屋喜事接二连三 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村屋迷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8年8月 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 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电话是河南商修电视台的记者王宝萍打来的 他说当地村民家出现了一件怪事 哎呀,我感到非常精致 非常感到神奇 因为这一堵土墙 它就是一个彩色的屏幕 他说很多奇怪的影子都会在那个彩色屏幕上出现 这这个土墙怎么变成了一个彩色屏幕 当时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 对这点感到很神奇 除了这个地方以外 也没听说其他地方有这种现象 这究竟是什么怪现象 百年老屋的墙上不一盒 频频出现怪影 就是有推车啊 有什么太轿子了 反正干什么都有 才看得很清净之处的 我们这边人就叫它会图电影 就说很奇怪 它是一种奇观 他说 你这地方有几百里路的话 他们都会骑着自行车过来看以前的 没有放映机 墙上却不断出现土墙影 这事出的蹊跷 这件奇怪的事情 一传十 十传百 竟然轰动一时 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争相观看 这奇怪 土墙的人 就有些北市里的东西来看 这现在都没光头 最为那一年都来看 有一年的时候 我来看人最多 达到一千多人了 这扯子都咋满了 快说说张在这看了看不出 没关系的 不仅围观老屋的人多 而且多年来 各种猜测不断 神秘一直笼罩着这个小村子 更干扰了这家人的正常生活 给老八乡的三天没走火 他做不成饭 比今天人多了多 你哪能做成饭 三天没吃到 都是说是神仙过来了 神仙 都是说咋不得又神仙了 反正就是 好多 好远好远 听我一个船 十个船的都过来看了 就是人特别特别的多 也特别的喜气 这事咱肯定不能往什么神滚上面带 对不对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一西洋景 人当地人也聪明 管这叫土电影 这么一来 老陈家绝对就是闻名相礼了 人不说了 人最多的时候 能够一天来一千多人 这谁家有客上门是好事 但是忒热闹了 也受不了 但是到了这之后 大家都会琢磨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就想 是不是后面有灯 这影子照过来了 问题你找一找 没有 后来也有聪明的就想了 是不是人家自己在这搁了一什么小放机 你看一看 也不是这么回事 在这说了 人家老是芭蕉农民 人没必要这么做 这是咱们外人猜测 但对于老陈家而言 他们自己觉得 这个东西自打出现之后 他们家算是交好运了 这好运体现在哪呢 老屋的主人叫陈淑玲 是村里有名的老师人 她的老伴说 自从59年前嫁到了陈家 新婚之夜 她就发现了墙上奇怪的影子 我睡在那儿 我看咋是灯 过个影过个影那是吧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新婚的她就跟婆婆说了 似乎屋里有人影 黑影就在屋子的东山墙上 她就只给婆婆看 通常情况下 光线是直线传播的 当光照射到人身上 人就挡住了光线的透射 从而在屏幕上 就会有一个与人相同形状的图像 叫做影子 所以只要有光线和不透明的物体存在 就一定有影子的存在 可是老陈家墙上的影子 似乎很特别 还在游动 是不是屋里人的影子 映在墙上呢 薄西亚四处寻找 屋里并没有别人 更没有镜子 那影子明显不是薄西亚的影子 怪影还是在墙上游动 老陈的新婚之夜 就这样在阴影中躲过了 可是没有想到 怪影出现的更离谱了 白天也会出现 紧接着 陈淑玲大儿子的出身 给惶恐中的陈家人 带来了惊喜 村里人认为 就是墙上的神 在暗中保佑陈家 那不敬神 那不给他 那娘要给他送祥 给他送祥 给他白供敬他 我敬他 我敬他 我没有神 我不信神 我老本人没有老神 我不白 我不信 没有想到 不信鬼神的陈家人 喜事却接二连三的来了 陈先生的八个孩子 都出生在这老屋里 让人惊讶的是 包括大儿子在内的四个孩子 都读了大学 这种成就在当地的农村 都是不多见的 就在这个时候 河南商丘电视台的记者 王宝平听到这个消息 来到了陈家采访 并把老屋出现惯影的事情 用他的摄像机 记录了下来 03年拍了一点 06年是拍了一些 拍了一次 群众 当时在我们电视台 播放以后 也反响也不小 群众 我们当地怎么 要不看电视 我们不知道还有这么自然 这么自然器官 群众反应挺好 没有想到 节目播出之后 一向安静的老陈家 可像炸了锅一样 大家都慕名前来 看那神秘的观影 一时间 陈家在当地有了名 各种版本的说法 也就由此传开了 我小时候没来 我见过 还有打着潮 打着水头 打着潮 还有拿线的 扛着线 走来走去的 就是有腿车 有什么胎轿子了 反正干什么都有 还看得很清净 这个我也解不开这个事 因为让你这个 他用来 他能放着一种 他不是什么镜子 就一两一能看到 有的群众认为说 是不是这毛三的老男的先令 这离毛三很近 有妙有事的 离得很近 群众有这个说法 但是咱们不相信 反正还是用可笑的道理 来解释这个问题 所幸 老陈的家人在墙上挂起 白闯丹 没有放映机 不需要电源 陈家的墙上 真的延起了土电影 就这样 各种猜测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但是却一直没有人能够解开老物怪影之谜 说啊 这一般而言 这个墙上的影子 谁都知道 你见过影子是彩色的吗 你影子都是黑乎乎的 绝不可能有彩色的 对不对 要说呢 以前也听说过 像北京的公王府啊 或者故宫的墙上啊 曾经出现过一些所谓的过去的一些宫女的影像啊 这个太监的影像啊 咱们不管这事真的假的 咱们就想吧 它出现的是你一场生活当中见不到的 所以你会觉得有很害怕的 但是这呢 这的影子很怪 首先第一点 它是彩色的 带色的 第二点 怎么看都觉得啊 这些人的动作也好 哎 这个走起路的姿势也好 很熟悉 不是挑着担子的 就是匆匆忙忙走过去的 再不就拉着牲口的 这一看就是村里人正常的生活嘛 所有人觉得 哎呦 这屋里还真有人 就在这个影子上啊 哎 他就看见了 这个外面跑的人的那个影像 哎 所以当时大家伙觉得 嗯 这跟鬼神肯定没关系 但至于说 这个为什么外面跑的人那个影子 就能上到这里面的墙上来呢 这点就说不清了 哎 所以说呢 咱们首先报道这个事情的 商丘的这位记者呀 王记者就联系到了我们 想让我们呢 也帮着来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不久走进科学栏目的记者 就和徐州师范大学的两位教授 来到了村里 进到屋子 怪羊真的存在 专家仔细研究了那怪羊 发现他们不仅跟人的行为有关 而且还是道理的 那人穿的衣服的颜色 还能隐喻显现 这些影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专家的眼光是独到的 他们很快就发现 陈先生屋子的一面墙上 有两个窟窿 光线可以通过他们 投射到墙上而出现影子 是不是他们在起作用呢 可是村民们对这样的两个动作 不以为然 因为这样的窟窿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那是村民盖房子时 用来放置架板的 大娘 您这个房子啊 里边看到过那种 像他们家那种房子影子没有 他这没有 没有看到 我看这都没有 就出他家 村民普遍反映 屋里并没有出现怪羊 别人家里没有出现怪羊 为何偏偏 陈淑林的家里有呢 是不是这身窗户投射的人影呢 可是很显然窗户外面 并没有人在走动 就在这个时候 墙上出现了一个 红伞绿衣的倒影 等候在大门外的村民发现 有人正打着红伞走过 他就穿着绿衣服 消息传到了屋内 专家心里有了底 刚到屋里边去看的时候 我们在墙壁上看到的是一个倒立的 缩小的一个像 那么根据这个像的位置和它的大小 以及它的方位来看 比较有可能的就是这个小孔成像的这种原理 专家们决定对两个架板窟窿进行重点研究 测量走直 这是两个不小的窟窿 而小孔成像需要的是小孔 放置架板的窟窿显然太大了 刚刚浮出水面的解释立刻就被质疑了 等我们就是在对这个小孔进行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一些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解释呢 就有了一些疑问 用一个带有小孔的板遮挡在屏幕与苹果之间 屏幕上就会形成苹果的倒像 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小孔成像 苹果和挡板的距离发生变化 像的大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见像反映了光线沿直线传播的性质 可是专家发现 陈书玲家西山墙上的两个窟窿太大 似乎不符合小孔成像的条件 小孔成像 从名字上讲的就是小孔 小孔一般都是比较小的孔 能够成一个清晰点的像 如果孔大的话 因为它透过的光量比较多 光速也比较发散 这样的话就比较难成一个清晰的这种相伴 陈家墙上的图像却是清晰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老陈屋里常年上演的土电影呢 专家们回到屋里继续研究 很显然除了窟窿之外 这个不大的窗户 是这个房间里最主要的光线来源 是不是窗户的问题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窗户先打开 我们看这个像已经消失了 因为这个窗户近光比较大 在墙上形成一个比较亮的背景 所以这个原来有像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看不清楚了 我们现在试着把这个窗户关上 看这个像是不是会出现 现在我们已经把窗户关上了 这原来的像又开始出现了 据老陈讲 他们家这间房子的窗户很少开启 屋里非常黑暗 专家认为屋里黑暗是怪影出现的一个条件 老陈他们家的房子是有这么点特点 首先就是这个墙啊 它比较厚实 这个窗户啊 常年不开 再有呢 前而正好留了俩洞 这俩窟窿啊 不能说洞了 就是俩窟窿 这俩窟窿啊 是当年盖房子的时候 搭那个脚手架支那个板子之后啊 你把这个木头抽出来之后啊 留下的那么俩洞啊 这么多年了 谁也没有在意它 但是呢 就这个东西啊 当时就引起了徐州师范大学的专家们的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是什么呢 那就是著名的小孔成像的原理 我们上过物理课的都知道小孔成像的最早就是我们中国人首先发现的 那就是伟大的莫子啊 莫子和他的学生就做过这样的实验 在前开小洞 站在合适的位置之后呢 这个墙里头对面的墙上呢 就映出一个道的影子 那么莫子很聪明 他怎么解释呢 他说这个光线啊 它是直线行进的 像你射箭一样 这么一个过来的 上面的光呢 因为下面你有人挡着嘛 这么射进来 就进到这了 下面这个光呢 被你的脚这块挡着 就从这进来了 因此说呢 在这个墙就留着一个道着的这么一个人影 应该说呢 在24500年前啊 我们中国的这莫子 人就发现了这原理 真是了不得 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候呢 还做过小孔成像照相机呢 挺好玩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但是我们说老陈家他们这个能够出现影像的原因 是不是就是小孔成像呢 第二天 专家决定组织村民兵风挤入向老屋走来 试图找出说得通的解释 为了达到效果 老屋周围及百米之内的乌官人员都已经退场 从北向南走 好的好的 哎 对 街道指令第一批人在屋外排好队 从其中的一条路上走过去了 老陈屋里的墙上并没有出现怪影 神秘怪影怎么就消失了呢 第二个人打着红伞从另外一条路走来 墙上出现了怪影 但是很模糊 第三批人分别沿着一条路从相反方向向老屋走来 奇迹出现了 墙上的怪影不仅不约而至了 而且连穿衣服的颜色都能看清楚 专家发现墙上就是第三批人的盗影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第三批人的盗影出现在全家的屋里呢 老陈提供了一个信息 就是老屋前面没有盖房子时 老屋里的图像更清晰一些 经过反复实验 专家们认定 当大家朝着窟窿走来的时候 墙上一定有影像 而且是清晰的 这两个放置架板的窟窿里 看来一定有纹帐 当我们的光线 从一个比较斜的角度射过来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从外孔镜所进入的光量 这个光速并不能完全通过内孔镜 往往就是进去的比较多 出来就比较少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 专家决定晚上点蜡烛进行实验 当人在近处的时候 蜡烛在墙上的投影并不清晰 那墙过滤了大部分光线 看来奥秘就在这两个窟窿里面 原来陈家屋里的两个窟窿并不规则 墙又很厚 当光线从远处斜着照进来的时候 墙就遮挡了很大一部分 进入屋里的只有一小部分 架板窟窿无形中就变成了一个小孔 外面的物体就被投射到了对面的墙上 由于它两堵墙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 越远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它所成的像越小 越小它这个像就往往越清晰 一大的话就容易模糊 人离得近的时候 这个像就模糊 我们可能在里面看轮廓比较大 可能分面就不是很清晰 远的话就反而要清楚一些 因为它像小 村里房屋的构造大致相似 其他人家里都没有出现图电影 为何老陈家却有呢 这个小孔它这种特殊的结构 处在这个特殊的位置 它里边那种结构 正好造就了它 能够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像 虽然房屋结构相似 但是每个房间的大小却不相同 陈家的架板窟窿和对面墙的距离合适 加上屋里黑暗提供了小孔成像的条件 在屋外活动的人在适当的距离之内就投射 在老屋的墙上了 所以陈家常年都可以看到土电影 那么是不是两个孔洞都能成像呢 我们这墙上现在有两个孔 我们先来试验一下 看成像到底有哪个孔形成的 我们先把左边这个孔遮挡上 看这个成像效果是怎么变化的 现在这个成像基本上没受影响 只是有一些原来有光的地方被遮挡住了 我们现在再来试验一下 把这边遮挡住 看有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把右边这个孔遮挡上 我们发现这个像已经消失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结论 说明这一个成像是由右边那个孔形成的 这左边那个孔就没有起什么作用 老物怪影之民终于揭开 村民们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因为房屋构造的巧妙 老物远处的人和物通过其中一个小孔投射之后形成了道仰 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我就反射什么那颜色的光 然后反射到你的眼里边 比如你就看到我是红色的 绿色的或者蓝色的 我外面如果是穿的红色的衣服 我反射的就是红色的光进去 那么成的像也应该就是红色的 我穿的绿色衣服 反射的是绿色的光进去 那么就是呈现了绿色的 白色的就是白色的反射进去 要说人家这个房子那真是建的太巧了 毫无疑问 建的人自己没想到这个问题 正好留咱们俩窟窿 正好这个距离合适 人影中出来了 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这解释不太合理 那没关系 您家要是有平方 您也早点通亲自去试一试 当然破坏性的实验咱们不支持 找俩木头盒子 找几个纸壶的房子 这个现象很容易就可以呈现在您的面前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行 今天节目的基本内容就到这了 再告诉大家一下 走进科学 不少人都非常喜欢看 也感谢大家这些年来对我们的支持 现在您可以通过手机直接登陆中央电视台的网站 就查阅到我们节目的相关信息了 另外我们最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互动性质的节目 欢迎大家及时的参与相关内容 还是请大家到网站上去看一看 最近天气比较冷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千万别感冒了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施工现场挖出巨额宝藏 精美的银器 庞大的数量 这批宝藏来自哪个时代 为何埋藏在这里 它的主人又是何人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飞来的宝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